田志轩基金会特别举办了宠物市集 不巧遇上了大雨 许多活动都无法进行 厂商赞助的狗饲料奖品 也因此无法送出去 经济会董事长张美惠 就想到要把这些饲料 转送给流浪犬园区 希望能够帮助爱狗人士 做好动物保护的工作 田志轩基金会日前举办宠物市集 不巧遇到大雨 许多活动无法进行 厂商赞助的狗饲料奖品 也因此无法送出去 基金会董事长张美惠就想到 要把这些饲料展送给流浪犬园区 希望可以帮助爱狗人士 做好动物保护工作 就想把这个饲料赠给杜阿姨 因为它整个三个厂的狗园 有300只 每天的饲料大概100公斤吃 所以它其实饲料的消耗是非常快的 那另外一个狗园是猪阿姨 那猪阿姨的狗园 猪阿姨本人在上个月不幸过世 她有几个志工在帮忙来喂养她的这个收容的犬肢 但是预计是直到9月为止 那整个花莲仙洞植物防疫所就要会接收 所以就是但是现在这段时间也还需要饲料 所以我们讲我们有100包的这个部分 就是至少有90包先放在这边给杜阿姨 猪阿姨他们的狗园的犬吃 协助他们在饲料这个部分能够暂时能够疏解一下压力 为在寿风乡无权社区的两处流浪犬园区属于私人管养 由于经费不足周遭环境并不是很好 但园主关爱流浪犬的用心也让人感到不舍 宪远张美惠表示 未来会持续着力在友善动物和改善流浪犬问题的议题上 希望可以让花莲成为一个多元友善的城市 犬肢的这个收容的这个工作上 我也会在县议会持续不断的发声跟督促献 辅务业处动植物防疫所 能够在这件事情的源头的总量的一个管制 源头的减量的这件事情上 那还有整个花莲县的这个动保知识条例 要赶快的来来审议通过再推行 在动物保护跟友善动物的工作上 我们花莲县应该要再往前迈进一大步 建议会社风箱报道